容易讲的 这是离心率的 第二个我们要补充的讲是 椭圆方程式 在讲椭圆方程式 我们从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 讲圆的方程式来理解 我这也是证明 圆的方程式是怎么样呢 你这里一个SY坐标 你的这个是不是圆的方程式 那你发现圆上的任何一点 这是S 这是Y 任何一点的SY 会满足你 这话这R的话这一段连过去是R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会什么特性 你的S的平方加上Y的平方会等什么 是不是这个R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圆的方程式 它是不是S加Y的平方会等R的平方 那你把R除过去 是不是意思就是R平方分之 S平方加R平方Y平方就是等1 对不对 从这对照 讲你是椭圆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就不是R了 这边也不是R了 会变成是什么 A 这边变成是B 所以我用这样来方便 让同学比较来记忆 所以椭圆的方程式会是怎么样 会是什么 A平方分之 S平方加B平方分之 Y平方 这样了解一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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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